《珍言真語》 《珍言真語》 多謝你接受珍言真語的村訪 我們已經去到35閘 我們當然要問問最新的題目 今早林鄭就說 美國通過香港人權化其實是沒有必要的 她表示強烈反對 你覺得她是不是擔心自己上了一個制裁不單 當然 人家通過這個內政來的 內政就是我不喜歡跟一些粗皮的人交往 我不喜歡跟一些對那些並民百姓有所邪惡的交往 她覺得說這句就是引證自己是邪惡 如果你沒有事沒有過 你沒有偷糖吃又怕喝喝 要在家裡定立一些規則 所以她反對是很正常的 從個人理由 從中共中央的理由 都要一致的 是啊 到底現在的制裁名單 有些什麼人上網呢 你們現在對這件事大家都很關注 根據她美國的重磅議員 Solomon Yu說 那六新進的六人幫 六人幫 六人幫是林鄭 李家超 李家超 跟著走了那個警務處長盧偉聰 跟著她最好的朋友 葉朗淑儀 還有那個現在不回來 在英國休養生息半年的 鄭若驊 還有一個鄭若驊 還有一個鄧炳強 沒錯 這六個要揹飛是對的 因為中共中央要翻盤 在香港翻盤 這六個都是要拿出來 給制司去憲制的 才能令到香港人 會更加同意 他們中共中央翻盤的過程 那就是說 這六個要兩個都是警隊 所以現在警察呢 那個上網的風險是相當之高 那個上網的風險是相當之高 那他們不要因為 警察的風險是相當之高 就是兩個一哥 前後的一哥上了榜 就自己放肆了 前後一哥的那個 只不過說 我不讓你來美國而已 或者我凍結了你美國的資產而已 但是你自己的執行法例的時候 你如果你有誤打誤撞 或者粗屁地 惡打惡撞 就拉去香港法庭 那你要自己上身 所以他不要因為 這個法例 你不執行在你那些執行的官員 就是執行那個警察那裡 不等於他可以亂來 嗯 除了這些官員 其實民間還在讀制裁名單 包括我們何君堯 何君堯好像在荃灣辦事處 已經是人去路空 所以今早我們這些記者 都很勤力去到現場去看 原來真的沒有動的 現在他們就說暫時停止 那他應該回一回氣 因為要自我檢討一下 那為什麼人家不投他票呢 為什麼中共中央在香港的代理人 他跟中聯辦 奶執都出埋 都沒有辦法 都沒有辦法回到盤 已經配多了幾百票給他了 都沒有辦法回到盤 就是因為 不喜歡他的人更多 那應該現在他應該 細心想一下 是不是應該 一死以謝天下 哦 那就是要找他父母 不用 他自己出來 一死以謝天下 就是自己如果早些知錯的 那就輕判了 遲些知錯的 可能就加寵刑罰了 嗯 那除了一些 大家都知道的官員之外 聽說那些富豪 原來都是心經經的 好像我們陶傑 他講 田北辰先生 引用他 就說一個有私人飛的 親共富豪 他在美國那裡 就是飛到那裡 就已經進不了境 那就是說這個富豪呢 親共的嘛 就是親中共中央 那他才變成今天的富豪 但是真正的富豪呢 他比這個富豪更多錢的大把 但是他們都未必 需要擁有私人飛機 不是他沒有能力 是他們將那些賺回來的錢 用在更多的用途 就是可能錢生錢 或者投資在其他業務上 做一個示範給人看 就是我大把錢 不等於我要擁有一個私人飛機 我記得我二十年前 有一次過海 乘地鐵 我是撞到李嘉誠先生的 是嗎? 乘地鐵會撞到李嘉誠 我留意他手上 戴的是精工標 為什麼? 因為人家不是滿足在物質上 如果你說某一個富豪 他因爲親共而令到自己富貴 而富貴呢 他要告訴別人富貴 所以他才會有私人飛機 所以李嘉誠自己都沒有私人飛機 我認知裏面就沒有了 如果香港的私人飛機有 我自己認知裏面 就是他們父親那一代 譬如姓鄭的 或者現在還健在的姓劉 他們就有私人飛機 因為用來滿足一些其他娛樂 那爲什麽這個敏感時期會飛美國 就是要做什麽去測試底線呢? 我想他未必是測試底線的 他可能過去有公共有業務去處理 不過人家說 那你這次剛好來到 我就先向你做一個示警 但到現在都沒有人證實的 因爲官方永遠不會跟你證實的 他自己也不會這麼醜走出來說 我就是那個富豪了 他不會的 不過你說陶傑先生引述田北辰先生 那田北辰是一個可信的人 那可能呢 他講了出來呢 他等香港市場裏面 有同一個身份的人有所考慮 這個人權法通過了之後 中共隔了很多天 現在就說要開始反制裁 那香港這邊就 是啦 他說一些NGO 美國的NGO是被制裁的 嗯 怎麽看? 那NGO呢 譬如你說孫明會 或者一些樂施會 或者任何那些無國家醫生 我是來幫你的 他說自由之家 不是 我是來幫你 你知道嗎 那現在呢 你一向都怕我們來幫你的 就是你覺得我來幫你的過程裏面 帶入了他們普世價值的元素 那他就只有機會叫你 暫時你不要來幫我 其實都不是制裁 那別人來幫你 如果真正制裁的就是 那些夏威夷的人呢 你不可以用我的人民幣 那樣 那就真正制裁了 你的子女呢 不可以移民來我中國 那些 那就真正制裁了 是啊 所以之前他們 香港呢 我們都有辦法 如果你制裁我們 我們就是把你美國 在香港的資產 就是和你扣留 就是凍結 那你覺得他們可不可以這樣做呢? 哦 那他這個 經過法律程序是可以的 那不過呢 就是你看看誰怕 是不是 那你如果是 人家怕 就是人家怕 是用你人民幣的 那就是人家怕 但是呢 如果你是怕 沒有美元用的 那就是你怕 那我們大家猜一下 就是猜一下 誰怕誰 是不是 教授 除了呢 中方說要制裁美國的NGO 其實他沒有說具體 如何制裁化之外呢 現在說是美國的 就是航空母艦 香港呢 都被停止的 那你怎麼看呢? 因為你每一次 給中共中央選一個答案呢 他呢 就選一個最愚蠢的那個 嗯 你現在我們 成六個月 那個抗爭行動呢 搞到香港經濟衰退 其實你應該呢 把握這個時間呢 給那些航空母艦 一架航空母艦 有五千個船員 是啊 這五千個軍 每一上來就做什麼呢 以前我在美國銀行做呢 一上來呢 就是那個美國銀行中心呢 就拿錢 拿錢呢 就不是按ATM的 是我們呢 會派錢給他 嗯 那現在呢 他就去了美國領事館 拿完錢之後呢 是cash 哇 拿cash呢 會即使的 因為他做軍人就是這樣 即使就去灣仔啊 那些地方買酒飲 是啊 他不是很多錢 但是他一百多元 一個一百多元 就是說那兩三天呢 他就可以在那個灣仔大王 灣仔食肆啊 那些什麼 那你就帶回那個氣氛出來 是啊 他每次都是選一個最愚蠢的答案 所以他美國軍 如果不來香港 他始終都是亞太區有巡遊的 那他會去哪裡呢 那當然是拍多些去台灣 那他不是 那台灣就不僅是一個經濟的影響 那台灣就是一個象徵性 是的 那個象徵性 就是我的軍艦拍在一個台海海峽裏面 然後呢 那個是美國俱樂部 那拍多幾次就每次來的了 那我就說 要拍在那裏 突然之間呢 我要補給 或者要停在那裏半年就半年了 那你呢 其實他就對著我窗口對著你了 那就是保護台灣了 那這個呢 我經常都分析的了 因為我們只有27年 這27年之後呢 我們要給回一國一制了 那美國的利益 和西方世界的利益 要靠美國為首去保護 那有什麼地方去選 當然是選台灣的 那所以為什麼他只有20幾年呢 要奪回台灣就是這個意思 一奪回不了呢 下一代的台灣人呢 就已經呢 譬如今天是一歲的話 下一代是28歲了 到時 全部呢 那個那些那些聲音 因為他現在有自己已經讀英文了 那他就可以替代到 那個香港現在那個 我們叫做軟實力了 那也可以呢 將香港現在那個 那個 我們叫做戰略性地位呢 在金融啊 和在經貿裡面的戰略性地位呢 用了台灣來代替 是啊 那教授你 你都真的對經濟很熟的 你覺得這個人權化通過了之後 對香港經濟到底有什麼影響呢 對香港經濟當然是很大 很大的 好的影響 為什麼呢 當香港未來27年呢 有這個美國的人權化保護呢 那些官不敢亂來 然後呢 中共中央不敢亂來 那麼我們香港呢 繼續呢 最少都維持現狀的一國兩制 然後我就追求呢 那個一國兩制的 我們叫做雙普選的歷程 那會提升呢 那個民主人權 和那個法治精神 那這些商家呢 就夠膽在香港繼續投資 而繼續在這裏投資 會令到香港那個經濟呢 繼續穩定前進 那其實是為了 除了香港之外呢 就變成是一個呢 在世界各地 進入我們中國 如果繼續能夠開放的話呢 繼續做多些服務 和金融業的生意 嗯 所以我看到呢 就是美國人權法通過了之後 香港人真的很開心 所以我們看到它集會呢 就是星期天呢 還有一個遊行 那美國國旗呢 連美國都沒有這麼多的 香港全部的人拿走美國國旗 還叫天滅中共的好好的 嗯 其實這個景象 你覺得是現在運動到現在半年了 那到這一刻出現這個景象 你覺得對於以後呢 就是運動發展呢 其實這個是有什麼信號這樣呢 那香港由英國 過渡過來這22年 那香港人都是呢 知道香港 一向都是一個國際大都會嘛 那不是只有你中國人的嘛 還有呢 美國人 英國人 法國人 加拿大人 那這個大都會 正正呢 在這次的運動裡面呢 就體會了這麼多持份者 他們那個利益在那裡 那只不過去到 過了人權法 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呢 就繼續肯定我們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 那為了保住這個國際大都會的地位 尤其是在香港是叫做國際環球金融中心啦 那所以呢 他更加需要這個法治與人權 和自由的信息在這裡保護 那這個保護呢 令到呢 所有 所有在這裡的人呢 他呢 繼續支持這個 我們叫做這個 這個角色啦 那這個角色 人是最容易的了 民心 得民心者得天下 那如果民心所向是這樣 也都是呢 再次給我們的中共將來看清楚 究竟你是想怎樣去得民心呢 那這個民心就放在這裡 這個 這裡就是說 我們繼續想做國際人 而不是做一個 只是香港人 不停車啦 不停車啦 不停車 市民資訊權 新聞資訊自由 電話營生自由 黑客公司 香港地露 可以支持 公司 對 紅色的 姿勢 對 酒 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